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眉骨受伤 眼角开裂 龙胸胡弟摔下15米高地 头骨摔出了10厘米长的裂痕 1985年 警察故事 成龙的脊椎骨以及骨盆撞至一位 此外 在拍摄《十二生肖》 《红帆区》绝地逃亡时 成龙也多次受伤 我们不拼 观众不信 是成龙知道后辈时最常说的一句话 在电影《极先锋》中 他再次身体力行 而这一回甚至把自己拼到了生死边缘 你开过来 你坐在船上 好 坐下来 对 对 走 走 走 对 好 小心 小心 走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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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把那个急流把我一吸的时候 我跟自己讲 不要怕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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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知道什么叫鬼挡田 那个那个东西便在我这边了 人也推不开 人也下不来 不要急 不要急 这个状牵别急 在湍急的河水中 在自己还未完全脱险的情况下 成龙最先想到的 依然还是别人的安危 没有 我出来 我以为阿密也不见了 我快进去阿密 他们说 后来他说 水滴水滴 我以为他不见了 他在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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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见了 我以为他不见了 我以为你不见了 他在外面 他在外面 他在外面激得流眼泪了 你说我 所有那些服装都在哭了 我一个人在膝盖上面的时候 就看见唐吉林 他在那边呢 我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他说你消失了很久 大概四十五秒 我有那么久吗 我都忘掉了 这我完了这部戏 两个都死了 坐好 电影《极先锋》中的成龙 化身保安公司老板 带队出征 现实中的片场 成龙也是整个剧组的大家长 对新人关怀备至 无论是业务还是生活 都得操心 摆下来 拿上来多漂亮 对的机会 出去回来 还有危险 开始下车 手持 摆下来 对 不用了 大哥真的是为人特别和尚 而且还特别照顾演员 见到不止一次大哥在现场 给大家买水啊买冰棍 因为现场很热嘛 而且不管是不是族里人 大哥都发 我觉得这个是真是一个前辈 给我们做出一个特别好的榜样 从初出忙碌 硬拳硬脚的武行青年 到让世界认识功夫的中国名片 再到如今 提携新人 延续传统的影坛前辈 成龙一直在为中国电影 一笔世界电影之邻 奉献自己的一切 我们极限作礼物 则无旁贷 今天我们的中国电影 逐渐的强大 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电影人 都把每一个人的职业做好 你用心的去做 你就是专家了 不是拍一部电影 就拍一部好的电影 这就是我一直要做的事情 感谢观看